出于对丈夫的信任 张女士不顾娘家人的再三反对 忍痛卖掉了房子 而张女士的娘家人则认为 事情非常地蹊跷 然后我弟弟我妹妹这事就说了 那个大姐 这个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今天不到明天还不到 不可能 怎么这么多的巧合 都发送在你们家身上 我说应该没事 我说你看他不至于 我爸爸就说 这个房子你就不能卖 卖了你就怎么样 最终爸爸和弟弟妹妹 也都不管了 也管不了了 最终房子就卖了 最后是卖了126万 那这账到底平没平 你知道吗 没平 这个钱他又用了 100多万都用了 他就都用了 后来他就说了 第二套房子也得卖 叔叔 阿姨叔叔 我看你们都憋不住了 您说 他呀还垫着给人家过 为了他妹妹他弟弟都不搭理他 都不跟他通话 拉黑了 他上了他妹妹去 雅各的两种头都没得开门 人家就说 你看透了他了 你看他得上前面大学啊 他胡说八道 他爷们说一开始啊 是在外面做买买 在一个行长的 也不姓耀的 你猜怎么 他妹子一看受不了了 跟他上床去了 一查这个姓耀的 是个公司的名字 他说什么开饭馆 开饭馆也没有这么个事 你是这个一切一切 他说的都是假的啊 明白 人家的船长啊 人家就说了 我说大姐啊 你失职了 隋永的这些个年 这些个事 你都没问过呢 他说过年的职班 他说八月十五职班 过年八月十五 没职过班 没用过他 没有他的事 知道吗 人家最后就说了 人家的男的啊 长了毛了 顶后还精了 我不信他会做 赔本的买买 你看他说 他不说这个啊 他弟弟为妈不打理他嘛 这二三年他喊的 人家都活不了了 所以为妈不打理他 他坐在那里 他也不着急啊 说的他男的 还上个话子的 你说吧 你叫我怎么活着 我说你还叫我活着 别生气了 叔叔 来来 先别生气啊 我特别理解 充足的心情 您看您说的那么多的 都是其实您先生跟您说的 不管是怎么跟您说的 但实际上我觉得女士啊 就是叔叔说的很简单 你去有些证据很好查 自己他的信息 为什么不去查 主持人 就是我替他回答 因为他对他丈夫 深信不疑 他说什么就信什么 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 相信要基于了解 对 我想问问这位女士 你对你丈夫了解吗 你丈夫一个月挣多少钱 她的工资不是确定的 每个月她的收入多少钱 你都清楚吗 她的存质在我手里 她都跟什么样的人接触 她经常跟什么样的人来往 就算她做生意 她跟什么样的人做生意 她做生意 你了解吗 她曾经跟我说过 就是说也是一个 他们单位的一个船长 还有一个书记 他们三个人合伙 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但是具体 他们这个 有没有这个合作 我不太清楚 那刚才父亲说到的 后来去问船上的这个 不管姓什么的 后来人家说 我都问了 没有这回事 都没有 所以说我为什么觉醒了 我觉得他骗了我 是因为我去验证了之后 我才知道 所有的都是假的 所有的都是假的